广东队创新低就出三人 杜丰即将回归 赵瑞也不会转会 208的魔兽呢 更是前往了宏远进行视讯 本个赛季呢 依旧有很大的一些竞争的看点 那么谈到如今广东队创下的历史新低 以及呢 本个赛季西杯的冠军争夺 到底是哪个战队呢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三个点一起谈一谈 第一个点 广东队创下的历史新低 在当场的得分数据当中 仅仅拿到66分 就出了三个人 针对广东宏远队的比赛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就是面对青岛战队 居然打出了66比76的尴尬比分 广东宏远队呢 作为过去11座冠军的得主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不应该输掉本场比赛 但是本场比赛当中呢 有多位球员的发挥状态相当低迷 除了马上普鲁克斯有20分进账 学姐有11分进账 大部分的球员状态根本都不在线 而且在球队当中打出来的状态水准呢 确实一度受到巨大的争议 其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 那就是胡明轩 胡明轩全场比赛仅得8分数据 大家要知道 他的出战时间可以说达到34分钟 然而胡明轩在如此高的出战时间里面 得分数据如此低迷 失误率更是达到了6次 包括了边界的传球以及外线3分的一些防守 外加上了他的上郎得分 更是被对方的球员给盖帽了下来 由此可见胡明轩本场比赛他的发挥状态如此的低迷 对比之下呢 球队当中啊 包括了张明池这位年轻选手 竟得4分 他在内线方面的搭档上 汉密尔顿两个人的轮换 以及呢 跟意见连呢 大家进行共同轮流上产的过程当中 包括了阿联呢 仅得5分 他当上了汉密尔顿的7分 三位中锋 加起来的总得分数据 也不过是16分而已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意见连年龄越来越大之后 体能状态下滑 我们不能有过多的责怪 但是对于汉密尔顿跟张明池这两位球员 确实呢 受到了不少的争议 而张明池呢 最起码来说呢 有7个篮板球进战 那么作为对比之下 汉密尔顿以及张明池这两位球员 确实呢 对于大汉来说 步伐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 在球场当中呢 进攻速度相对广慢 打不了快攻快防 另一个方面 张明池年轻一代的选手呢 没有成功的爆发出来 在球场当中确实呢 应当深刻的防径一下自己的 那么最后要提到的就是 杜润旺了 杜润旺呢 作为广东队在前锋线呢 过往很优秀的一位选手 然而在如今的比赛当中 却仅仅获得了三分三个篮板球 对于阿旺这位选手呢 他的状态发挥水平相当低迷 作为对比之下 确实呢 很难得以服众 而本次的比赛呢 随着杜丰 赵瑞以及任俊飞等人都缺席的情况之下 却打得如此的尴尬 确实让大家感受到了巨大的争议 并且 广东队历史以来呢 创下的得分新低啊 也被这场比赛给打破了 那么接着第二个看点呢 就要了解到 杜丰即将回归 而赵瑞呢 也不会退出红远队 对于杜丰 接下来回归到广东队 非常有必要 因为晃成王华玉上场的时候 整个广东队打出来的水平 根本不在一个经济状态之上 而且 作为对比之下呢 广东队确实呢 打出来的经济状态水平 很难得以服众 尤其是整个球场的布置过程当中 王华玉呢 一直死磕老一套的阵容 包括了对马上布鲁克斯跟徐杰等人的过度使用 确实呢 很不应该 而且呢 除此以外 意见连在球场当中 明显的体能状态下滑比较大 但是王华玉居然首发了意见连上场打比赛 在如此尴尬的对比之下呢 大家能够感受到 王华玉呢 一直以来只懂得去重用一些老将 以及呢 一些体能状态下滑的球员 包括了大部分的主力都会被王华玉派上场 然而 对比之后 大家会发现杜丰他更懂得重用年轻一代的球员 因为杜丰他的战术安排非常的灵活 很懂得怎么样去协调好整个战术的布置阵容 如今来看 就为对比之下呢 确实杜丰在战术安排方面 要比王华玉更加的实用 而且打出来的水平要更加的稳定 也能够赢下更好的胜利 这也是本次比赛的过程当中 看出了一个关键点 看来杜丰的回归非常有必要 毕竟呢 上一场面对着 山西队杜丰被停赛的一场 罚款5万元之后 下一场比赛呢 杜丰将会重磅的回归 那么广东面对着广州队的大赛呢 将会让大家更加的具备重大的看点 我们也希望呢 杜丰回归之后 能够带出不一样的战队 打出不一样的结果 除此以外呢 赵岳在球场当中 他也要 即将锁定留在红越队 针对近段时间 不少人提到的赵岳 要转会去到上海队 或者北京首刊队的问题 如今来看啊 赵岳呢 已经确定会继续留在广东红颜队打比赛 并且在本个赛季的赵岳这名球员 他的态度不端正 以及在球场当中心态不稳 情绪容易上投 这几个点呢 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 然后对赵岳这名球员呢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实他是有带伤出帐的 因为身上有一些伤病的问题 导致了赵岳呢 在如今的赛事当中呢 确实受到不少的争议 所以在接下来的关键比赛 我们也能够看到赵岳这名球员 他即将会继续留在广东队 也不会转会去到其他的战队 随着他的伤病得到康复 另外的情绪没有那么容易上投之后 其实赵岳的回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有了杜丰 没有了赵岳 广东队输得如此的刚大 直接仅仅得到66分 那可以说 让大家看到了 杜丰跟赵岳很有必要登场了 最后立桑大看点 广东队2.08的魔兽呢 正在视讯 而且呢 朱凡宇跟杜丰很有旺呢 重点拿下这名巨头 共同去争夺CBA的总冠军 那么对于广东队如今的比赛呢 最了解 来了一位2.08的霍华德 霍华德这位球员 是曾经NBA的飞人 也被大家称之为魔兽 因为他的身体足够的强壮 身高2.08 在球场当中的爆发力足够的勇猛 如今在中国台湾打比赛的 霍华德即将呢 要结束这个赛季的赛程了 那么霍华德一旦结束了 他在中国台湾的联赛 加入到CBA的联赛呢 将会非常有必要 因为霍华德这位球员 也被朱凡宇邀请了过来 在近段时间低调的参加视讯之后 那么我们能看得出来 霍华德以他2.08的身高 外加上的在内线非常强悍的防守 以他的能力完全能够在内线方面呢 打出强大的防守能力 而且霍华德其实他在外线的三分球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 相信很多资深球迷都能了解这个点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一旦广路队在内线的中锋 得到了霍华德这名球员的资源 另外再加上了一届年张明词 接着呢还有哈密尔顿跟霍华德进行轮化 相信呢新一套的阵容将会有更大的竞争力 同时对于广东队在季后赛比赛之前 是非常有必要引进一名顶级的主力 共同去加盟 共同去带队去争夺冠军 而本个赛季的冠军争夺排位呢 目前来看 浙江第一广东第二还有深圳第三辽宁排第四 如果没有问题 广东跟深圳会打棒决赛 辽宁跟浙江会打棒决赛 那么大家认为本个赛季谁就有机会夺冠 留言堂堂你的想法 感谢大家